大家好,我是Ted 今天用一分鐘來簡單介紹 日本東京不動產投資型項目 為什麼我們講投資不講自助呢? 因為自助的話,全世界都一樣 有錢你隨便搞啊 那我們聊聊投資型產品 不是當包出工,包出苦就是要賺轉轉差價嘛 既然投資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給別人用 那我們就要知道一些日本人的習慣和文化 第一點,日本人的房子樓高就是低啊 不要想什麼3米6、4米2 連3米0都不可能會有的 你們想想看,他們膠囊旅館為什麼那麼紅就知道了 他們是空間利用王啊 看得到太多空間會崩潰的 第二點,他們的主要房型是1K和1LDK 說中文就是一房的意思啊 我們前一陣子參觀Consumer木柏的建案 就是以這兩種房型為主 7坪和15坪 因為日本人,單身人口和不婚人口爆炸多 沒有意外,大家不要去想投資什麼三房兩廳兩位 等到秒鐘的時候要你的命啊 第三,日本買房都是10坪資 和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所以投資型產品不會有什麼多餘的公設 也不會有物業管理 更不會有汽車的停車位 畢竟在東京大家行動都是靠地鐵 環保又省錢啊 以上是今天的一分鐘入門日本東京不動產 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後續會帶來更多台灣不動產資訊的 大家再見,掰掰